那么针对我上面所提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弊病 那么大成猛又提出了这个改革了又要改革了 这时候的改革呢要改回到原来就三省合并 原来唐朝到宋朝三省已经合并合并合并的差不多了 一个改革把它改成三省又分开来了 分开来以后大家发现毛病太多了又要求改革 这个改革又要求合并 这个合并的主张最早提出来呢 这个具体落实下来合并其实就是中苏和盟下合并 因为闪苏省已经是这个由梁省长官兼任的嘛 所以具体的改革主张就是说中苏盟下这两个省合并 那么这个最早的这个集体的改革意见提出来 是由这个宰相司马光提出来的 这是在原有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 那么司马光呢他不是一个人的意见 他是宰他率领这个宰相班子宰相 副宰相们共同向朝廷提出奏章 要求把中苏和盟下两省合并为一 在这个奏章里面签署名字的还有吕公柱 韩伟张早这三个人 就说司马光是和这三个人共同向皇帝奏章 而这三个人呢 在当时呢都是副宰相 所以我前面说了 这是以司马光领衔的宰相领导班子 向朝廷提出的一个共同的改革意见 也就是中苏省和盟下省应该合并 司马光等人的奏议里面指出 三省封权有五个方面的缺陷 有五个方面的毛病 第一 公文 就朝廷的公文 在三省之间互相周转来回周转 那么 太耽误事情了 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 盟下省呢 这个审核风波的事情呢 特别少 基本上被架空 如果有风波有审核的话 有提出反对意见的话 又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吵架 容易形成第一宰相和第二宰相的 这个不团结 这是第二个毛病 第三个毛病 中苏省经常 七朝皇帝招令以后呢 得到皇帝的指示以后呢 七朝招令以后呢 就根本不送给蒙下省 根本不理会蒙下省的这个审核和风波 所以第三个毛病 所以第三个毛病也意思说蒙下省是多余的 第四呢 蒙下省呢 他三审核般骤士 三审不是在朝廷里边 大家核般骤士吗 核般骤士的时候 他本来就参加讨论意见了 这时候呢 政令七朝以后再送给他来审核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这是第四个毛病 第五呢 他这个五个毛病 互相说来说去 直接有重复的 他第五又说了 他说第五呢 中苏文下呢 现在呢 往往不送给蒙下省了 蒙下省呢 完全是虚设了 这不是多出一个 一个庞大的机构 没有用的机构吗 司马关他们认为 有这么五大毛病 所以要求改革 要求合并 这时候垂脸听证的 这个太皇太后啊 他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雄心和魄力 他不敢把机构 整个又改掉 所以呢 他听了这个司马关人 等人的这个 合奏奏议以后呢 表示说 不必更改 刚才有一点要更正一下 这是元有四年 就是1089年 司马关的儿子 司马康 把父亲这个奏章 全重新向朝廷提出来 而这个奏章应该是 元有元年 这个司马关向朝廷提出的 司马关上奏的元有元年呢 是1086年 那么 司马关是在那一年的 任二月 被任命为左仆义宰相的 九月份就去世了 司马关是那一年九月去世的 当时吕公祝呢 任右仆义 就是第二宰相 杭伟任盟下四郎 张早任中书四郎 都是副宰相 也就说 要求合并中书和盟下 是正负宰相们的共同意见 这个时候 距离元封五年的改制 仅仅只有四年时间 元封改制 1082年改制 1086年 宰相机体班子就提出了 重新改回去 那么我们翻开宋代的文献史料的话 会发现这么一个情况 在宋神中改制以前 大家要求恢复呢 唐朝的 也就是说古代的 这种三省制度 大家都是零零星星的提出意见的 你也提意见 我也提意见 在不同的时间段 大家呢 提出呢 这样的意见 逐渐逐渐的达成共识 而一旦改变以后 再向领导班子迅速的 集体的提出了反对意见 可见三省制的这个 三省病中制的 本来的毛病就很大 在实际中是不可操作的 那么宋神中这种机构改变啊 在两种情况下 可以勉强对付 一种情况呢 是皇帝 可以操控大局 可以协调三省 再一个呢 是和平年代 反正事情耽误就耽误 慢点就慢点 是吧 事情拖拉 拖拖塌塌 就拖拖塌塌 无所谓 而一到战争年月 这样的机构重叠 效率一下就不行了 也就说北宋后期 金兵入侵 或者说到南宋的时候 南宋的前半期呢 一直是面临着 金兵这个入侵的威胁 金兵也多次呢 挥兵难度 打到这个宋高中呢 一路逃跑 在这样的一个 战争岁月里边 机构重叠 富想争执不休 就会耽误大事情 所以呢 这个北宋南渡 初年 宰相李刚呢 就给宋高中上书 要求改革 要求呢 改革他十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 叫做正出多门 既刚文乱 一归于中书 这朝廷尊 什么意思呢 李刚说 正出多门 这个朝廷 这个事情都搞乱掉了 还是把所有的权利 都归中书省 这样统一来办好 所以呢 李刚这时候就提 明确的提冲了一省制 到了这个宋高中建言三年 也就是一一二九年 刚才李刚这个所说的 应该是一一二七年的事情 到了一一二九年的时候呢 吕毅浩出任又溥役 就出任这个第二宰相 又重新建议说 朝廷还是要来贯彻 实施司马光的他们的意见 应该合并三省 希望呢 朝廷能够召集大臣们 讨论这件事情 最后呢 那一年的讨论的结果 大家之后呢 意见非常统一 最后三省就合并了 就合二为一了 所以宋史之光自记载说 宋高中建言三年 一一二九年 中苏盟下合并为一 那么建言三年的 中苏盟下二省的合并 宣告了三省制度的寿中正秦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帝王仕途 恢复这个三省制度了 那么到此为止 那个朝廷的制度的改变 走完了一个大圆圈 那么随唐之际 三省并立 到谭朝逐渐逐渐的合并 到了宋生中 重新恢复三省制 到了宋高中 最后重新合并 走完这么一个大圆圈 不过这个圆圈走完以后呢 其中有些事情 还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散苏省盟下的 散苏省这个广力之下的 这个六部二十四师 它的智能仍然存在的 就是说散苏省的六部二十四师呢 还是具体的执行政令的机构部门 因为散苏省的六部二十四的 行政智能分工呢 是比较合理妥善的 所以南宋初年呢 这个三省合并 那么散苏省的盟下机构没有并没有变 六部的分工制度和部门的建制呢 一直延续 延续到清代 下面最后介绍一个问题 就是三省制它这种改变 演变的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改变呢 为什么有三省变为二省 又变为一省 又重新恢复到三省 又重新变回来呢 那么这也应该从中央装置的内部权力构成 和项权与地权的持长比销的角度来分析观察 换句话说 中央的装置权力 有宰相的权力和皇帝的权力两大部分构成 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 如果要正常的 有效的发挥中央机构权力的领导作用 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获得国泰民安天下大致的效果 保证这个一姓王朝的代代相传 那么就要求皇帝的权力和宰相的权力呢 相统一相协调大家站在一条战线上 两者的基本关系应该是要求呢 是在帝权的控制之下 就是在皇帝的权力的控制之下 更好的发挥项权的作用 也就是在皇帝权力的控制之下 更好的发挥宰相的权力作用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这是两者应该达到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局面 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相互之间总是有矛盾的 有冲突的 帝权和项权两者之间 任何一方的权力的膨胀 都会削弱另外一方 因此帝权和项权 它会呈现出磁掌笔消的一种态势 那么宋代呢 它整个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呢 是项权强化 地权被削弱 那么项权膨胀 项权强化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皇帝向涉猎的这种三省封权 由皇帝来操控的局面呢 就不存在了 就合并为一个省了 由这个宰相来控郎政局了 那么宰相权力的膨胀 大概的原因应该有这么两点 第一点的原因呢 是宰相的才能超过了皇帝的才能 从理论上来说 宰相的只有讨论议政的权利 只有议政权 只有讨论的权利 而决策权 决定的权利在皇帝手里 那么当时历代的皇帝呢 他是以血脉相承的 皇帝使了儿子登基 以根据血脉来相承的 他不是说通过选举 这个谁最聪明 谁来继承位置 不是这么回事 完全是血脉相承 有时候呢 会出现弱智的 也可以做皇帝 你想西晋的时候 第二个皇帝 晋会帝就是个弱智 人家向他报告说 老百姓肚子 现在这个天下饥荒 老百姓都吃不饱饭 都没饭吃了 这皇帝就傻乎乎的说 那没饭吃 为什么不吃肉呢 那么所以在历史上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弱智的也能做皇帝 因为他是上面一个皇帝的儿子 他是太子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皇帝年纪还小 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还只有五岁六岁八岁十岁 他也可以做皇帝 那这样的皇帝 你说有什么能力呢 这也是一种情况 那么这一种情况呢 朝廷的大臣 或者是这个掌握权力的宦官啊 等等 他们为了操控皇帝 他们就故意把那些才能不够的 或者说喜欢贪图享乐的 性格懦弱的人 扶到皇帝的位置上去 也就是说呢 皇帝的位置相对是不可选择的 经常有资历低下 或者说资历为发展健全的幼童 来做皇帝 那么宰相不一样 宰相呢 一般年龄都比较大 都是在官场中 这个摔爬滚打 磨练出来的 是吧 从这个下沉光源一级级坐上来的 没有谁生下来就任命为宰相的 都是从不同的机构部门呢 一步一步磨练出来的 而中国古代的这个官僚机构啊 那么官僚机构直接 互相阶层团体 互相勾心斗角 非常厉害的 要从这样一种氛围中 突围而出 你没有一定的才能是 没有才能是不可能的 这个才能也 当然也可以表现为阴险狡诈 是吧 很毒毒辣 总而言之 你要有能力 那么他们呢 宰相们呢 他们熟悉光场 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 即使那些有贵族 或者外戚的家庭背景 出生的宰相 他们也往往在 在那个家族里边 能够脱印而出 也往往具有相当的政治才干 所以呢 总结前面 刚才这种 这个所分析的情况呢 在多数情况下 宰相的才干 要超过皇帝的才干 那么 中央的这个防杂 复杂繁重的这个政务的处理呢 需要这种才干 复杂的官场人事关系呢 也需要这种才干 所以宰相在许多时候呢 他的才能超过了皇帝 他就倾夺了皇帝的权力 皇帝呢 经常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 这是第一点原因 第二点原因 宰相机构呢 他一当的健全投入运作呢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谁颁布招令 谁之行 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皇帝不管他 他也能够运作 所以碰到弱子的皇帝 低能的皇帝 自立不全的皇帝 这个国家照样运作 为什么 宰相的整个权力班子 他是有独立性的 由于这两点原因呢 宰相呢 经常会倾夺皇帝的权力 那么只有当雄才大略的皇帝 在位的时候 他们要扩展皇权 削弱项权 增加自己对中央权力的控制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呢 就会进行制度上的一些改革 宋神中的三层分制呢 原因也在这里 总而言之 从唐朝到宋朝 三省制度的分而复合 合而复分 根本原因就在于皇权 与项权的矛盾统一 和力求提高行政效率 加强中央集权 追求这么两个方面的原因 这一项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